高雄远民陈姓女子指控 家中两名远远警闯入了加州 不仅是动手动脚 还将她压制在地 造成了她身上多处的挫伤 后续了解 这起案件其实是台北市的远警 跨区办理诈棋案 女子认为警方的办案手法相当草率粗暴 甚至抓错了人也没有道歉 但是警方也澄清 一切符合执法程序 女子回到家 两名男子突然出现一道门前 就开始要展开调查 双方讲没几句 其中一名男子竟抓住女子 一手架住还压在墙上 大动作歹人吓坏女子 当下不断挣脱 夸张的是下一秒被拖进屋内压制在地 导致当下身体多处插手伤 回想起来女子依旧超生气 当时两名男子自称便衣警察 要进屋搜索 但女子要求下区远警到场证明 却被对方拒绝 还被控制行动 拿出验商单身上多处差错伤 以为遇到人蛇集团 想要堵人勒索 但没想到却是乌龙一场 事发在20号上午8点多高雄一处民宅 后续了解原来是北市远警跨区办诈骗案件 发现嫌犯IP位置和当事女子住处重叠 当下沟通一次产生误会 才会演变警民冲突 警方澄清办案过程都有说明 并出示搜索票和证件 没想到却因为地点不对 民众觉得莫名 警方也认为没有执法不当 因而引发争议 记者五中学王成龙高雄报导